偷打的行為已經結束 但是這個人還是留在現場 基本上他還是現行犯那個犯人 那個警方那天站在處理上的認定 恐怕是有點問題的 就是以正解為例的話 他在鞋上殺人 那下來之後 他已經停止了犯罪的行為 但是他還在現場 那現行犯的身份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逮捕 所以民眾逮捕他再把他交給警方 這也是完全是合法的 他就送信男大生開車 不小心漢馬沙拉蒂擦撞 沒想到車上乘客一下來就要找他定勾機 男大生不斷道歉 卻還是被打到爐內出現 兵力命危 不過警方表示到現場時已經沒有再打人了 認定是非現行犯 做完筆錄就把人放走了 在犯罪中或是在犯罪後 他還在現場 還是現行犯 或是像你這案子如果你警方到場 那個毆打的行為還在進行中 那還在現場 那當然警方可以用現行犯逮捕 但是你如果到現場之後 毆打的行為已經結束 但是這個人還是留在現場 基本上他還是現行犯那個犯 是可以用現行犯去做一個進行個逮捕 那個警方那天站在處理上的認定 恐怕是有點問題 他把現行犯的要件有點太過緊縮了 就是以鄭傑為例的話 基本上像鄭傑是在結局上犯罪 他在結局上殺人 那下來之後 他已經停止了犯罪的行為 甚至他把刀子丟掉了 那之後現場的民眾就前往把他制服 那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算的行為算已經結束 但是他還在現場 他還是屬於現行犯的身份 那現行犯的身份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逮捕 所以民眾逮捕他 再把他交給警方 這也是完全是合法 用這個例子去看台中的那個案子 你打完人 你還自由在現場 基本上你的現行犯身份就沒有 你一直就消失了 算在行為之後 還自由在現場的這個行為人 那這基本上警方還是有權去逮捕 案件曝光後各界議論紛紛 市長胡秀彥也到醫院探視 警方這才態度打重彎 昨天才開記者會說明 今天台中市警部局長也出面很成疏失 初步擬定將對分局長 偵查隊長等人做出懲處 不能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現行犯的話 逮捕之後 警方做完筆錄 他就必須要移送到地檢局 這是他的作業的SOB 剛開始警方認為他不是現行犯 他會用喊送的方式 喊送方式的話 基本上通常做筆錄的話 是看警察哪 什麼時候有空 如果是像這一次的狀況 是突然輿論出來之後 馬上申請拘捕去逮捕 這是比較少見的狀況 絕大部分 所謂的寒送的案件的話 警察是用電話 或發通知單 請他來做筆錄 並不會 沒有發通知或是沒打招呼 直接就用逮捕 第一線警察基本上 他那個臨場的判斷 真正有點難拿捏 因為你從你全部抓到會有個風險 可是原來後來大家沒有辦法告 結果你把大家都抓回去 輿論又會說 警察濫權逮捕 今天這個案件是因為 其中一個駕駛被打得很嚴重 生命危險 所以說大家才會特別重視這件事情 說原來當時打得那麼重 警察在判斷這個事情上 他那個執法的分寸 事實上他有他的難度在 會輿論或者是怕政治的效應 然後就去懲處 我是覺得那並不是一個健康的方式 因為事實上變得好像 只要出事就找基層警察開刀 耳打人的父上爸媽今天也到醫院 對兩大生的家人道歉 父上媽媽對不起 希望你能夠接受我們訪照片 讓我們去看看重頭的血 我真的要加好是我的錯 我希望松媽媽能夠接受我們的道歉 讓我們繼續看看松同學的情況 再多的話都不能代表我的歉意 看到別人的小孩可以同家小孩打成這樣 我很難過也很慚愧 我也很心痛 因為我也是人家的爸爸媽媽 對不起 原本只是一場小車禍 沒想到卻變成殺人未遂的案子 而最無辜的男大生 如今還躺在加護病房內 不知道何時才會清醒